是智产的地方 不仅欺下全台的豪宅市场急动 不过堪称名人居的这一栋 信义富邦大楼 每平的市价登陆却突破了300万天价 再度改谢全台史上最贵豪宅单价 老住户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2014年12月 利用一基投资公司砸下5.5亿 买下的信义富邦国际馆一楼 惊人单价曝光达358万 郭董持有一楼二楼三楼还有五楼 一楼它可能有特殊的这个约定 使用面积特别大 或者是说它有特别的挑高 还有这个大花园的关系 所以才可能有这样子的高的行情 物件特殊稀有 就算郭董情有独钟 不在乎价格也要买到 导致信义富邦成为单价王 突破澎淮南防线300万大关 比起第二名仁爱地宝的298万 高出许多 其次像是中山区大纸豪宅一华国际 信义区的黄祥玉居 松涛院等等 统统都是200万俱乐部 这些高资产族 他们购买房产 其实大部分是用现金购买 所以它其实不太受 这个央行的现代令所影响 那再来就是现在这个房价 其实是有下修的 天价乍现 替急动豪宅市场 吹出一阵暖风 但专家分析近来豪宅价格不如以往 如果加上房屋税 豪宅税考量 可难带动周边房产行情 三菱新闻 许志雄前一届台北采访报导